所以現在我們要來看的是隨機變數與期望值 那這裡隨機變數這個概念很容易有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概念很容易被誤打 所以在這裡的話請各位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隨機變數 在很多機率的課程或統計的課程裡面 他會教你隨機變數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說有一個樣本空間 然後隨機變數就是這個樣本空間裡面的一個變數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也很完美 但是這樣講的是錯誤 那我們來看一下隨機變數到底是什麼 有一個樣本空間S S裡面的每一個世界叫1 OK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直骰子好了 有六種可能 直一個骰子有六種可能 所以S就是123456 這個集合 1.2.3.4.5.6.0 不一定是數字 像頭版它就有正面反面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事件 就是裡面的元素呢 不見得是整數 也不見得是實數 甚至不是數字都有可能 那事件是說這裡面的一個集合 對不對 這個S裡面的一個子集合 就稱為一個事件 那事件 那接下來呢 每一個事件或每一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 如果我把它映射到一個實數 那這個映射的函數呢 我們如果名字是x 那我把每其中的元素映射到數字 一個實數上面 那這種函數 這種函數 我們稱為隨機變數 所以 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 我們一直講變數變數變數 隨機變數 事實上它不是變數 它是什麼 它是函數 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稱它為隨機函數 我們還是會稱它為隨機變數 所以隨機變數是一個函數 請不要被它的鼻子弄糊糊了 隨機變數 絕對不是個變數 它是個函數 那所以隨機變數怎麼定義呢 我們來看一下定義 隨機變數是以樣本空間 S為定義域的實數值函數 可以寫成X of S 那其中這個S呢 就屬於S一樣的空間裡面的一個 變數 對 然後X of S呢 就變成一個實數 OK 那換言之呢 隨機變數S是一個 機率空間中的函數 機率空間中的函數 就會比較有概念 那它可以寫成X of S 映射到R to R map to R 那這個函數 會將S的某一個子集合 映射到實數領域啊 所以呢 你會看到像這樣 這是實數 實數就是0 0.1 0.2 0.11 0.121 這種都是實數 那這個 把這個 樣本空間裡面的東西 映射到實數的這種函數 那符合某種條件 我們就稱它為隨機變數 所以是有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 把樣本空間裡面的東西 映射到實數 好 那這樣講還是有點數學喔 所以我們看例子 會比較清楚 如果我們丟銅板的時候 它可能出現正面或反面 那這時候樣本空間 就可能是正面和反面 那如果這是一個公平的銅板 那它兩面的機率更是二分之一 那我們再以上一張的寫法 上一張的寫法就會寫 D of正面等二分之一 D of反面等二分之一 但是這種寫法其實 在數學上面不好 在機率統計的數學上面不好 你要先透過隨機變數 再來印射機率統計上面 會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為什麼這樣比較好呢 跟後面的期望值也關 因為你要算期望值 所以在這個描述裡面 並沒有函數的概念 所以這其實裡面沒有隨機變數的概念存在 要怎麼樣才有隨機變數呢 比如說我用一個函數s 這個s呢 是把正面和反面 印射到1和0 正面就印射到1 反面就印射到0 ok 那這樣子的函數 才符合隨機變數的定義 其實是隨機函數 ok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s of s 印射到r 其中樣本空間呢 就是正面反面 那x of正面就是1 x of反面就是0 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那目的就是這樣才有期望值 不然正面的期望值是多少 反面的期望值又是多少 沒辦法定義啊 你一定要先把它印射到一個時數 那個時數才有值啊 不然的話正面不代表一個值 它是一個東西 但是它不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值 ok 好 所以 我們引入了隨機變數的概念 事實上是一個函數的概念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來 描述一系列的隨機試驗 比如說如果我們投資不是一個銅板 而是兩個銅板 這時候樣本空間變大了 對不對 兩個銅板 樣本空間有正正正反反反 對吧 兩個銅板 當然如果卡在中間我們不算的話 對 正正正反反反 那隨機變數x2 我們說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它其實應該是一個把兩個銅板的樣本空間裡面的元素 印射到 印射到什麼呢 你可以印射到說正面出現的次數 好 那印射到正面出現的次數 那也就是說 兩次正面一次正面 零次正面 那你可不可以印射成反面出現的次數 當然可以 那正字是印射成其他的正面出現次數的平方 或者是合的平方 或三次方 OK啊 那是可以這樣印射 所以當我們這樣印射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s2正正等於2 因為有兩個正面 s2正反等於1 s2反正也是1 那s2反反是0 所以隨機變數不是變數 是個函數 好 再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機率密度函數來描述各個事件出現的機率 例如說我們用px2等2 這時候我就不再寫s2of什麼了 我直接寫s2 我寫s2of什麼 那個就變長 數學越長的話你就越難看 不好懂 所以這直接寫px2等2 也就是說兩次正面 OK 兩次正面的機率是多少 四分之一 那px2等於1呢 機率應該不夠 px2等於1 這裡很重要 你如果不會的話 你後面就完蛋 px2等於1 px2的機率應該是有正反反正 兩個 所以這分之一 對不對 px2等於0呢 也是四分之一 也是四分之一 因為只有反反 反反就一定 OK 所以 我們現在做了一件麻煩事情 就是把樣本空間再印射到時速總戰 用行速的方式 那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隨機頭兩個骰子 那整個事件呢 的空間就是由36個元素組成 兩個骰子嘛 六個情況再乘以六個情況 那就是36個情況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隨機變數代表兩個骰子的點數總和 對不對 應該可以 兩個骰子的點數總和 那就是加起來 那譬如說 如果三點 一個三點 一個兩點 那 它這個隨機變數就會把它印射到5 如果一個5點 一個6點 那隨機變數就會把它印射到11 OK 好 這種 就是S是兩個骰子點數和的隨機變數 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 我們就說那兩個骰子點數X X 我也可以把它當成隨機變數 那 所以呢 S IJ 就變成I加J OK 但是呢 YIJ就不行 只是I加J 因為到底是 I加J 還是 這不能只是I-J 因為 因為 除非你把骰子標號 你如果沒有標號的話呢 那Y這樣定義就乖乖的就不合 所以如果你沒有標號 那我們就要取絕對值 骰子如果沒有標號就應該取絕對值 那如果有標號 你可以說第一顆骰子-第二顆骰子 OK 那如果沒有標號 兩個都一樣 那只能取絕對值 OK 那所以這裡我們就引進了一個新的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機率密度函數 但是這個機率密度函數好像我們 上一章講過 事實上 它的意義已經不同 因為它是先映射到 先有 有隨機變數這個函數概念 再去討論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跟上一章的那種概念 所謂的機率密度函數已經不同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可能有很多 兩種至少兩種不一樣的情況 一種是離散的 一種是連續的 像我如果投兩個骰子 或投兩個銅板 那個情況 我映射到0的正面 一個正面 兩個正面 這種就稱為離散的 離散的隨機 離散的隨機變數 那如果今天我映射 不是映射到離散 我是映射到連續 比如說我把某個東西 映射到0到1之間的 那就變連續 那這種就 就往往會是不可數的 那離散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用加法 sigma來算 連續的情況 我們就得用積分來算 所以微積分就跑出來 連續的話 當然只能用積分 不然你怎麼算 能面積嗎 對啊 所以我記得 我在教各位 微積分的時候 就告訴各位說 離散數學這門課 他探討的是離散 但是微積分 其實他探討的是相反的 一邊就是連續數學 還有印象嗎 OK 所以微積分 其實代表的就是 連續數學的入討 那現在呢 在機遇統計 你就看到 你學的微積分 好像有用上 那我們在這門課 其實用的不會太多 也不會隱身 應該都很淺 但是 但是你有微積分的概念 待會兒會有點幫助 OK 好 所以呢 有離散情況和連續情況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 什麼叫機率密度函數 就是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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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 Cadobe的那個 那個 文字檔的那個 文件檔的那個根據 我們現在的pdf 是指 機率密度函數 那 機率密度函數 它是一個 符合機率公里的函數 要符合機率公里 不然的話就不行 機率公里 就是我們講的那三條 對不對 大家有印象嗎 第一條是什麼 p of s 等 1 對不對 就是 整個樣本空間的加總機率是1 啊 第二條是什麼 三個公里 就是 任何一個事件的機率 是在0到1之間 可以是0也是可以是1 可以是不能超過 不能小 不能是負的 不能大於1 我不能說這個 這個電腦要爆炸的機會是1.5 對 就不是機率 OK 所以一定要在0到1之間 那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公里 有沒有印象 第三個公里是那個 如果兩個的交集是空期了 那它的機率就是想加 有印象嗎 兩個集合的交集是空期了的話 那它的連擊的機率就是想加 OK 這是第三個公里 忘記的話回去 再看一下 第2章 應該是第2章 對 好 所以呢 離散的 離散的 要符合機率公里的函數P 那所以 這個 這個函數 它必須要有剛剛那三個熱徑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說 b s等於s的 等小x的時候呢 其實它代表的是一個對應的 對應的 符合 x 被印刺到x這個詞的集合 然後被印刺到x這個詞的集合 那它的機率呢 那我們就會說它是這個集合的機率的加總 哪一個元素的機率的加總 OK 所以就用sigma sigma就是總的 屬於這個sx裡面的所有元素的機率來加總 這用到第幾條公里 第2條公里 第2條公里 第3條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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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兩個沒有交集的持合值加總 這個sigma 不過是很多的加總 所以這用到第3條公里 好 接下來呢 sx就是一個s的子集合 但是它被x這個 這個隨機函變數 印刺到x這個詞上面 好 那所以我們會寫p of s等於2 代表p of s屬於s 如果以銅板而言 兩個銅板 那p of s等於2 就是指說兩個都是正面 兩個都是正面的那個 它機率就是四分之一 那p of s等於1呢 就是就是一個正面 那機率就是二分之一 或四分之二 ok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更多的機率密度函數的範例 那 頭銅板 很簡單 就是數量 正面的數量 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算p of s等於1 以一個銅板而言 那就是0.5 p of s等於0 以一個銅板而言 就是0.5 那 在頭指兩個銅板的時候呢 那就會把 用s把它印刷到0.12 代表的是正面的數量 那所以呢 s等於2就是正正 就是0.25 一個之一 那s等於1呢 就是正反和反正的連擊 所以 對 對 9.2.5 2.1 那s等於0就是只有反反 反的話就是0.25 好 那如果頭指骰子呢 樣本空間它就是1.2.3.4.5.6. 那我們如果用隨機變數把它印刷到點數的那個數字上面 那就是 s1.就是1 2.就是2 s6.就是6 所以這個函數就很 就感覺你不會覺得它是個函數但是像它這個函數 只是它有點像單位函數 不過其實有點不一樣是 它是把6點印刷到6 其實它是把骰子的一個面印刷到一個數字 而不是只是把數字印刷到數字 有點不一樣 那這時候呢 譬如我們s等於1等於2等於3等於4等於6等於6 通常都是6分之1 如果是光面的骰子 那 頭指骰子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不常見的隨機變數 比如說我們如果用來辨認偶數 那我就可以把它印刷成一個y的隨機變數 這個y隨機變數怎麼做呢 就是如果是偶數點就是1 激數點就是0 那我這樣印刷的結果呢 p of y等於1 那就是y等於1就是5度點 就是246 合起來了 那就6分之1 加6分之1加6分之1 就變6分之3 ok 所以它的機率是2自1 那y等於0也是一樣 是2分之1 所以我們如果有了上面的這種 映射的概念 映射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算一種叫做 累加分配糖數 什麼叫累加分配糖數呢 就是我算到某個值之前的全部算起來 就叫累加 那比如說3字 3字小於等於3點 等累加機率是多少 小於等於3點2 6分之3 那就是2分之1 累加機率 ok 那累加機率所形成的那個函數就是 累加機率密度函數 ok 好 累加分配函數 別這樣講說 累加機率密度函數和累加分配函數 那累加分配函數呢 就代表說把小於某個值的機率 全部都加總起來 那在離散的情況呢 就用sigma來加總 用sigma來加總 因為離散的情況可以數 就一個個加起來 那在連續的情況呢 就得用積分 從負無線大一隻積 積到我個x0 然後把它全部加總起來 好 那這種就要算為積分 好 但是你真的會算到為積分 在機率統計裡面是很少 好 在非常理論的地方就會贏 但是那個非常理論的地方 不會是我們在學習的重點 因為那是數學系教的 我們教的是子共系 所以我們重重在用 好 接下來我們還要看一個擴充的概念 擴充的概念就是 假如呢 我今天把兩個隨機變數合起來 好 那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只兩個塞子 那 x代表第一個塞子的點數 y代表第二個塞子的點數 ok 這樣不是兩個隨機變數 那 你當然也可以說 那 它的樣本空間 我就用成兩個來看 然後用一個隨機變數去映射 就好像剛剛那樣 那你也可以用兩個隨機變數去映射 所以我一定只能用一個 ok 那事實上因為 你樣本空間也有可能是 好幾個 就是說 只五個塞子 那你也可以用五個隨機變數去映射 可以用一個 ok 好 那這時候呢 這種聯合的情況 聯合的 包含兩個以上的 隨機變數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這樣表示 就是 fsy 然後裡面是小sy 它其實代表P有 s等 s 請注意現在這個s是什麼 隨機變數 所以其實它是個函數 已經把樣本空間裡面 印射到我們 個時數的這種函數 這個函數的 只等於s ok 一樣 這個函數y的 只等於y 小y 那所以 這裡當然會有一個 必須要符合機率公平的條件 機率公平條件 就是 它一定要大一點0 而且呢 全部加起來 一定又是1 ok 好那 這個是在離散的情況 我們會用加總 連續的情況呢 我們就兩個 多變數積分把它積成 現在多變數積分跑出來 雖然我們很少會真的去算 但是你要檢查一下你的 你的那個 隨機變數 多變數積分 是不是1 否則的話 它可能根本就不是個機率 1路函數 ok 那我們 如果是從負無限大 機到無限大 那就是整個樣本空間 因為樣本空間會被印射到時數轉 所以所有的樣本都會被印射到時數轉 所以負無限大到無限大加強 一定是一樣 ok 那如果我們只是要表示 其中一個區域的機率 那我們就可以用 A到B C到B 那請注意這個 這個積分的符號 這個積分的符號 有寫得完整吧 我的意思是 Y的範圍是從哪裡到哪裡 S的範圍是從哪裡到哪裡 看得出來嗎 Y的範圍是從C到B 為什麼 S的範圍是從A到B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這種的拆解你要從內部 這個底Y 那就對應到D的基本 內部的基本 底S要對應到外部的基本 因為它是這樣拆 一層一層拆 所以 Y的範圍是從C到B 然後 S的範圍是從A到B 懂嗎 所以 這樣子寫其實是 A小A等S小A等B C小A等Y小A等B ok 在算這一區的幾 這一區的幾率 這樣去組嗎 不懂要馬上說 我整個話 待會可能會懂不懂 接下來 邊際密度函數 就是說我既然用兩個隨機變數 那我如果不想討論YA 我用SY兩次就變成 我如果不想討論YA 我就把Y全部加裝起來 就變成只看X ok 所以這個Fx 小S 其實它代表是把Y全部加裝起來 這個 反過來的A是for all的意思 弱於所有Y 那以連續的而言呢 就是負線達到無線達的氣氛 以離散得而言呢 就是對於整個 樣本空間的 應該說 整個 整個 時數 軸的 數值 的 全部加裝 ok 好 那只有Y呢 那還能倒過來 對X 加裝 ok 好 接下來呢是 邊際 連續邊際密度緩數 這是連續的情況 連續的情況呢 就是把Y從 不五線達的氣氛到五線達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就變成 邊際密度緩數 是X的 那為什麼叫邊際呢 各位 在還沒有電腦之前呢 這種算數 有時候機率上面就要算到 那 算的時候他們怎麼辦 因為這兩個機率要寫在一張紙上 對 而且是二維的 一個軸代表S 一個軸代表Y 然後呢 每一個數字寫成表格 像是sale 那我要算Y的總和呢 把Y的總和加總寫在旁邊 所以叫邊際 好嗎 好 margin 邊際 寫在旁邊 那要算 s的總和 他就把s的總和加總寫在下面 所以都是在邊緣 所以叫邊際 OK 好 那這裡我覺得我們應該稍微暫停一下 想辦法出個習題 各位才會了解 這一個東西的意義 否則我們在一講代數運算的時候 代數運算會更難理解 好 所以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來出習題